中秋节必吃的 15道经典家常菜 最后一道价值百万 第一道 马上中秋节了 餐桌上可不能全是大鱼大肉 首先白菜和蘑菇切成薄片 锅中水开下入白菜和香菇 加一勺食用油 焯水两分钟去除草酸味 另起锅放一块钱的五花肉 煸炒出多余的油脂 加蒜末小米辣 一勺生抽 翻炒出香味 放入青菜香菇 调味加盐鸡精 少许蚝油 大火翻炒到五六七八下即可出锅 是不是很简单 喜欢你也给家人做起来吧 第二道 足万万没有想到 一块豆腐两根大葱 在家就能做出与饭店 还好吃的葱烧豆腐 首先把大葱切成马耳段 饭碗里 加生抽老抽 蚝油 盐 鸡精 白糖 淀粉 半碗清水 搅拌均匀备用 豆腐用手掰成块 这才是它的灵魂所在 锅中油热下入掰好的豆腐 把它煎至多面金黄 然后倒入料汁 小火锅多个两分钟 最后开大火松浓汤汁 即可出锅 这样做的葱烧豆腐 很香浓郁 比大鱼大肉还好吃 第三道 很多人都喜欢吃这道回锅肉 但在家总是做不出饭店的味道 今天我就把做法分享给大家 十块一斤的五花肉冷水下锅 加葱姜 料酒去腥 盖上盖子煮二十分钟 捞出放凉后 再切成均匀的薄片 锅中不放油 直接倒入五花肉 我每天都会分享简单的家常菜 喜欢您就留个关注吧 以后想吃不会做还能找到我 煸炒出油之后 放将蒜片和豆豉 一勺豆瓣酱 一勺生抽 少许老抽 炒香炒至上色 再倒入辣椒和洋葱 一把蒜苗叶 少许盐鸡精和白糖 大火翻炒均匀 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的回锅肉 特别的好吃下饭 第四道 扣你要是想吃出溜白菜了 比较按照我这个方法做 清脆爽口 可比大鱼大肉好吃多了 首先准备一颗自己加重的大白菜 把白菜叶和白菜棒分开 白菜棒用刀片成薄一点的片 白菜叶用手撕成块 烹碗中放两勺生抽 一勺陈醋 少许老抽 加盐鸡精 一勺白糖 一勺淀粉 搅拌均匀调成料汁 锅中油热放几颗花椒粒炸香 再放入葱蒜干辣椒 我每天都会分享简单的家常菜 喜欢您就留个关注吧 以后想吃不会做还能找到我 先下入白菜棒 开大火翻炒至白菜棒变软 再下入白菜叶 大火再把白菜叶炒至断生 最后淋入调好的料汁 翻炒均匀即可出锅 做法简单又下反 喜欢您也赶紧试试做吧 第五道 以后要是想吃鱼香茄子 千万不要过油 量计浪费又麻烦 首先茄子切成长条 放盐腌制十分钟 淀出多余的水分 然后加清水清洗干净 撞干水分备用 调鱼香汁就记住这五四三二一 五勺清水 四勺陈醋 三勺生抽 两勺白糖 一勺淀粉 搅匀后备用 油热下五毛钱肉末炒出油汁 再放姜蒜 一勺豆瓣酱 炒香炒出红油 我每天都在用心地教做菜 您就给个关注吧 方便下次想吃不会做随时找得到我 倒入茄子和调好的鱼香汁 翻拌均匀 最后放青红椒和通断 大火翻炒几下即可出锅 这样做的鱼香茄子一点也不油腻 真的太好吃了 第六道 老牛肉千万不要直接下锅 那样炒出来又老又硬 今天分享一个既简单又好吃的做法 切好的牛肉 加胡椒粉 铜姜水 生抽老抽 少许淀粉 抓匀腌制十分钟 再放一点食用油锁住水分 准备一些青杭椒 像我这样切成小段 直接倒入锅中 不需要放油 只需要放一勺盐 小火慢慢煸炒 炒出辣椒的香味 另起锅 倒入姜蒜小米椒炒香 再倒入腌好的牛肉 开大火快速翻炒至七成熟 然后把青椒倒下去 再放少许生抽 蚝油调味 开大火翻炒均匀即可 这样做的青椒炒牛肉 好吃下饭 做法简单 你也去做起来吧 第七道 中秋国庆节的餐桌上 一定少不了这道招财敬保 好吃好做寓意好 招待客人特别有面 洗净的孔膜掰聚根部 打入小朋友爱吃的鞍唇袋 水开上汽蒸三四分钟 千万不要蒸太久 这样会影响他的口感 都看到这了 能不能给个小红心支持一下吗 辛苦您了 一勺热油爆香通花红椒丁 再淋上一圈蒸鱼骨油即可 这样做的孔膜蒸袋 鲜嫩又营养 喜欢你也收藏做起来吧 第八道 去肉很多人都喜欢吃 但是在家怎么都做不出饭店的味道 今天就把正确的方法分享给大家 肉片嫩滑特别好吃 两块的鲤鸡肉切成片 加盐和胡椒粉 半勺生抽 少许老抽 一个鸡蛋清 一勺淀粉 抓拌均匀腌制一下 淋上一勺食用油 让肉片更加嫩滑 锅中油热下腌好的肉片 炒熟后盛出备用 另起锅倒入鸡蛋液 快速滑熟炒散盛出 锅流底油放葱姜蒜 翻炒出香味 再放入黄瓜木耳胡萝卜 翻炒至断生后 倒入炒好的肉片 煎好的鸡蛋 调味一架生抽 盐和鸡精 一勺白糖 翻炒均匀后 淋入一勺水淀粉勾芡 继续大火翻炒几下即可出锅 这样做的木须肉好吃又下饭 做法还特别简单 第九道 大家注意看 把肉馅放入前面 再打算 osing 从转发 下跌 在热血 ニ敌 3 2 虞 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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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道 第十道 以后想吃不会做还能找到我 煎至八面金黄层出备用 另起锅放入八毛的肉末 炒香炒出油脂 然后下通姜蒜小米辣 调味加盐和鸡精 一勺生抽 适量蚝油 继续炒香炒出酱香味 倒入一碗我家的清水 煮开后下入煎好的豆腐 盖盖中小火煮五分钟 加一勺水淀粉勾芡 最后开大火收浓汤汁即可出锅 这样做的家常烧豆腐鲜香入味 喜欢你也做给家人尝尝吧 第十二道 我到了吃豆角的季节 那么炒豆角是先焯水 还是过油 还是直接下锅炒呢 今天我就把最家常的做法 分享给大家 首先把洗干净的豆角切成小段 锅中油热下入豆角 开小火慢慢翻炒 炒至断生盛出备用 并起锅下入一块钱的五花肉 开小火煸炒 炒出多余的牛油 再加姜蒜小米椒 稍需老抽 一起炒香炒至上色 然后倒入豆角 放盐鸡精 少许生抽调味 开大火爆炒 炒个五六七八下 即可出锅 这样做的豆角好吃入味 做法也是非常简单 你也去给家人做起来吧 第十三道 以后鸡翅买回家 不要总是可乐红烧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道 经典的辣子鸡翅 麻辣香脆 特别的入味好吃 洗干净的鸡翅 切成两半 加盐胡椒粉 一勺料酒 一勺生抽 半勺老抽 适量蚝油 用手抓拌均匀后 再加一勺淀粉 再次抓拌上姜 最后加一勺食用油 抓匀腌制二十分钟 六层油温下锅炸 我每天都会分享简单的家常菜 喜欢您就留个关注吧 以后想吃不会做还能找到我 炸至金黄酥脆捞出 另起锅下姜丝 花椒干辣椒 开小火给它炒香 再倒入鸡翅 加一把葱段 一勺白糖 小火翻炒均匀 最后撒点白芝麻即可出锅 真的太香了 学会了赶紧给家人做起来吧 第十五道 最近火爆全网的酱油蒸全蛋 没想到这么好吃 一勺葱花 二勺生抽 二勺清水 一勺食用油 搅拌均匀 打入四个鸡蛋 放入锅中蒸六分钟 高蛋白的摄入 好吃还不胖